原来想晚一点再告诉你 你 因为你一个月前 发了一条动品 我知道你每周六 都会去设计俱乐部 我连续去了两周 才遇到你 因为犹豫 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真相 后来比赛你能来 我真的很开心 其实 我早就想见到你 我知道你喜欢吃葡萄 讨厌生酸和香菜 你的名字是秋天的 最后一个月 你的生日是十月二十八号 你喜欢一切毛茸茸的动物 尤其喜欢猫 原来你 原来你 原来你真的安领我这么久 你好好看看 我是谁欺负她 季秋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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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周月 认出来了 你真的是周月 你真的是周月 不可能啊 她小的时候就 就这么高 同龄人里面就她个儿最小 但是你 而且你不是出国了吗 我刚回来就在季秋姐面前转一样 你一次都没认出来我 我有一个 不得生气 还不是因为你的变化太大 咱们都不像 我都二十多岁 你还把我当小孩的妻子啊 再说了 我为什么不能变 你小时候那么凶 现在 这么苏女 你跟我商量过吗 你一讲 还要跟你商量啊 怎么 我以前不苏女吗 二十都怎么了 你拿我这么久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是是是 我的错 对了 你怎么赶人家了 你还没说 你是怎么学的设计呢 而且这么厉害 还有啊 你不是出国了吗 怎么突然又回来了 那你现在回来了之后 以后还要再回去吗 那你爸妈怎么样了 这么多问题 能快回答没有 你有你长长 坐下来